因为我们家住高楼层 那时候我老婆就很紧张 说因为地震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那不然的话我们找一个饭店 还找一个旅馆去住好了 车车就到汽车旅馆的门口 一到了门口他一定会问你说 你们今天住什么房间多少钱 然后他问我的一个 他问说 先生 我想说 你这个时候问我有没有会员 天啊 我即便有会员 我也要说我没会员啊 不然这个晚上我不用睡了 不是因为地震 所以是骗的 其实有会员吗 有 还没讲完 有没有会员 这种东西我没有在怕的 我跟你讲 我连去汽车旅馆我都不怕 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那个前几天不是有那个 半夜突然两点多有地震吗 对 对不对 因为我们家住高楼层 那时候我老婆就很紧张 说因为地震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想说小孩白天还要上课 那怎么办呢 那不然的话我们找一个饭店 还找一个旅馆去住好了 那第二天要上班东西拿一拿 我们就去坐电车就到 那个汽车旅馆的门口 一到了门口他一定会问你说 你们今天住什么房间多少钱 然后他问我的一个 比地震还恐怖的问题 他问说先生 我老婆小孩坐在后面 我们坐計程车 我坐副驾 老婆小孩坐在后面 我想说 你这个时候问我 有没有会员 我即便有会员 我也要说我没会员 不然这个晚上我不用睡了 不是因为地震 所以是骗的 其实有会员吗 你都骗了 还没讲完 还没讲完 停 我跟他说我没有会员 但是你心里面难免会有忐忑 就是谁没年轻过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去过 你怎么知道年轻的时候去 会不会有加入会员 会员 然后我再来担心什么 我说先生我没有会员 比如说他说三千多少钱 我好 拿一张证件来登记 OK 好 都给他 然后他就去打电脑了 我帮他打一打出来说 杨先生 其实你有会员 你是个YIP 我们帮你升等了 那我这个晚上我要不要睡 当然他进去打电脑打一打出来 没有没有没有 那就把那个房卡给我们 就OK啦 什么逃过一姐 根本没有会员 可丽姐 好啦好啦 汽车旅馆的员工 面试现在都很好的 那他还问我 有没有会员 你在想把你省钱吗 因为他知道你很省钱 对啦 要打折 对啊 阿耀也是退房在问嘛 现在问他 真的是快被笑死了